须云老和尚讲因果 转移到迷信上面来 这时候的云南勋军统领李根源 是曾在德国陆军留学后 返国的少壮派将领 一向都厌恶神佛迷信 自从升任为全殿勋军统领之后 老早就想破除迷信 刚好有两个部守清规的和尚 嫖妓打架 被新军抓到 增加了李根源的恶感 他以居足山聚集僧人数万之众 有武装叛乱之由 就亲自率领新军骑兵 带了新式来福枪 与马可蜜机关枪开往居足山 这数千官兵一路拆诈佛寺 逮捕和尚 此时的虚云在驻圣寺内正在讲经 呼闻僧人们狂奔报信 虚云果断而坚定地决定下山 劝足李根源 众人劝足无效 各个泪如雨下 哭倒伏地 虚云不理众人 静自大踏步下山去了 他来到了西潭寺山门 那些卫兵都是本地人 素来熟识虚云的 一见他来就都吓得慌忙拦住 虚老 卫兵班长说 您老人家快逃命吧 大帅正要抓你枪毙的 您快逃吧 虚云说 由得大帅枪毙我吧 樊班长替我投名刺 求见大帅 卫兵们说 虚老 大帅见到您 那还有命啊 我们不敢给您回 您快走吧 再迟 恐怕来不及了 那么 我自己进殿 去见大帅 虚云说 各位班长 请放我进去吧 虚老 虚老 卫兵们阻拦不住 虚云已经进入大殿 大殿上摆着太师椅 坐着两个人 一位是身穿大元帅戎装的军人 另一位是四川省部政使赵藩 后者速来拜扶虚云 慌忙起身迎接 虚老 您老人家怎么来了呢 看到台阶上 这位鹤发童年 虚发长锤的轻瘦老和尚 气宇不凡 态度安详镇定 比根源不由心中吃惊 哦 原来这就是虚云 果然有一点不凡风度 赵大人 虚云千里道 想不到再次见到您 久违了 是的 虚云今日前来 是专门拜会李大帅的 哦 李根源 傲慢的不回礼 你就是那个虚云 正是剑号 我正要抓你 李根源 历声呵斥 你竟敢自己送上门来了 好 来得正好 你大概以为自己不怕死是吧 我问你 你有几条命 虚云昂首泰然的说 大帅 虚云只有一条命 也不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 只是个出家人 今日不必辅阅 冒死来见大帅 实是为了保存佛教 前来向大帅请命 请大帅立刻停止 拆寺悔佛 你 你真不怕死 李根源 冷笑道 用伯朗宁手枪 指着虚云的太阳穴 我 我只削轻轻一摁板机 你就报销了 看你还能讲什么好语 逞什么枪 虚云面无巨色 温和泰然的微笑 虚云早已心存殉佛 大帅请随时开枪就事 若是虚云一死 得随大帅之心愿 虚云又何惜此意 风竹残命 若是死前 得蒙大帅听我讲明原由 又得蒙大帅从今不再悔佛 虚云甘心一死 李根源冷笑不已 厉声喝道 虚云 你量我真不敢杀你 你真不怕我 虚云说 非也 大帅 大帅要杀虚云一如弹指 但大帅要虚云畏惧 却比登天 李根源烈声呵施 好 虚云 你有种 你闭上眼睛 我马上扣扳机 虚云淡然的说 我不须闭目 请动手好了 李根源打怒 手指一扳下枪击 急得赵帆慌忙叫道 大帅 却又不敢再说下去 李根源冷笑着 却又忽然收回了手枪 嘿嘿 你说的对 我要杀你还不容易 我要叫你死而无怨 好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你口口声声要训佛 又叫我误会佛教 我问你 佛教有何益处 虚云微笑答道 佛陀设立佛教 立下大慈大悲 济世利民 普度众生 脱苦度恶 劝化世人 为善去恶 修行修德 自度度人 佛教首先教人置心 心乃一切烦恼之原本 本得其正 而万物以明 而天下太平 世界安宁 李根源听罢 颜色稍缓和 连点头说道 这倒也罢了 算你能言善辩 但是要这些泥塑木雕的雕像 有何用处 这些偶像 突然倒民 入于迷信 和尚 不适生产 借佛敛财 实乃社会之寄生虫 徐云从容的说 佛言法相 相以表法 不以相表 与法不张 雕塑佛像 乃是借此 象征佛像 庄严慈悲 令人 见而生 敬仰信心 又生敬畏 人心 若无敬畏 则 无恶不作 祸乱已成 既以世俗而言 泥山圣素 丁兰克木 中国各宗族祠堂 以及西洋各国同像 亦不过是 令人 见而生 敬信 佛像 虽是泥塑木雕 无人 所敬拜者 并非 泥土 与木头 物质 本身 而是敬拜 其所象征的 大慈 大悲 之 佛菩萨 从 从而 新生 百善之念 自度度 渡人 见佛像 而起 敬信 之臣 功效 不可思议 与其 急责 若见 诸相 非相 即 见 如来 李根元 点点头 微笑道 听你讲来 也不无道理 好 你坐吧 随即 又令 副官 叫人 奉茶点 给老和尚 须云笑道 大帅 不必客气 贫僧 不能领用 荤油茶点 李根元 说 老和尚 果然 羞耻不凡 不过 我看你们 这些和尚 大多数 仍然是 不做好事 反而 做的 很多怪事 道人迷信 不适生产 成为国家 社会的 寄生虫 废物 又有些和尚 甚至 饮酒 吃肉 打架 征田 夺产 太不是东西 须云 微笑着说道 和尚 乃佛教 僧人 通称 有 圣凡 贤略 之别 不能 因 一二 不屑 略僧 而唾弃 全体 既如 岂可因 又一二 无形 秀才 而马 恐 夫 自乎 又既如 大帅 统领 兵将 虽 军纪 严明 无疑 大多数 官兵 军 严守 军纪 但 亦能 人人 均如 大帅 之聪明 正直乎 海不弃 于虾 所以为大 佛法 以性为海 无所不容 贤略 并度 个人 自性 羞耻 亦难免 有物 有迷 有佛 有魔 但是 一般而言 绝大多数 出家僧人 都是 前进 佛法 恪守 清规 僧 丙 佛化 互持 三宝 嫉妒 众生 潜移 默化 其用 弥彰 于国家 社会之 人心 与治安 于 伦常 秩序 于 法律 于 学术 都有 莫大之 无形 贡献 并非 废物 也 说到 不是 生产 出家人 亦多有 自耕 自己 并非 一概依赖 社会 出家人之 至经至学 教化世人 善化风俗 亦既是 生产 生产之意义 故不仅限于 庄稼 耕之 举凡 百公 诸业 莫不为 对于社会 有直接 或间接 之生产 世农 工商 君正 医教 无不是 生产者 佛教 僧尼 亦是 对社会 人群 有教化 贡献 之 生产者 李根源 不住的 点头 老和尚 这些 都算 你能言善辩 但是 我心里 还是 不信服 你们和尚 讲什么因果 讲什么 轮回 这些 迷信 观念 都是渺茫 无科学 根据的 我是个在西洋 学科学 与军事 的人 我最瞧不起 这些 陈旧的 迷信 所以 我决心 要铲除 他 我倒要听听 你怎么 狡辩 徐云 微笑道 首先 我要说明 什么是迷信 所谓迷信 乃是指 不明真理 不知究竟 而且 不辩善恶 不分正邪 之盲目 附从 例如 杀人 以济邪神 宰牛羊 积压 生灵 以拜鬼神 用金银 路求鬼神 又得财富 行淫乱 以魅 妖鬼 邪神 疾鬼神 而 敛财 营丝 借鬼神 而 行 伤天 害 礼之 邪行 或者 借鬼神 而 道人 行不忠 不义 不仁之事 叫人 偷盗 奸淫 杀生 叫人 欺骗 敲诈 鼓励 残暴 无道 凡此种种 才是迷信 若夫 叫人 忠孝 仁爱 倡导 信义 和平 崇扬 礼义 兼修 廉耻 发扬 大慈悲 之佛心 普度众生 出于苦恶 而极乐 平安 教导 世人 以慈悲 为怀 互助 相符 以慈悲 仁德 教化 世界 以六度 万行 作为 精进 之本 勤力 修持 驱善 雀 缺 恶 归 正 器 邪 此种 正信 正 智 又何 迷信 之有 李根源 静 不停地点头 他脸上的暴力神色渐渐消失了 他说 老和尚 这些话讲得很有道理 但是你仍没说明白因果轮回 本将人认为这些不符合科学 虚云说 所谓科学乃是人类智慧的积聚与探讨 既往而开来 既往昔而探究未来 从已知求证未知 此种乃求证之学问 永不停住 勿须不断探讨 方是真正之科学精神 在当前之阶段的科学知识 固然已较中古时代大为进步 但是是否就已经是无所不知 完全了解宇宙奥秘了呢 李根源说 那当然不是 据说 现阶段之科学知识 无论是化学 物理 数学 天文学 医学 虽已很发达 但是都未曾真正接触到 宇宙本体奥秘的亿万分之一 金人淡之讲科学 尚未深入宇宙深处去探究啊 西洋中古时 仍在黑暗时代 宝受教会统治 讲什么天方地元 又讲什么地球是宇宙中心 太阳随地球旋转 这些似是而非的谬论 但是佛教经典早在几千年前早已讲明宇宙是无限的宇宙 天外有天 世界之外还有无穷世界 也早知道地球是绕日而行 也知道宇宙有亿亿万万星云星球了 西洋科学直到十八世纪才有显微镜发明 得见有细菌微生物 可是佛经早在数千年前已经说出一滴水中亦有无穷之生命存在 佛经早已指出 宇宙大至无限大 小至无限小 这些观念在华严经 法华经 楞严经 大般若经 等等 许多经典内都有提出 只需细心去读 都会有所发现 佛经所讲的这些 亦算是科学否 李根源欢喜道 老法师 请再多明示 我是越听越有兴趣了 你说的对 很对 西云微笑道 佛经早在几千年前早已穷究真知 知道了宇宙是生生无穷的 物质生了会灭 灭了会再生 只是形态不同 色相转化而已 而直到如今 西洋科学家才讲 物质不灭定律 宇宙中 一切物质与非物质之能 均是循环不息而生灭的 佛经早已讲过世界相续 与众生相续 这都是完全符合宇宙物理法则的 为何你说轮回不科学呢 可是 李根源说 轮回是讲人死了会轮回为畜生 不错 虚云说 没有足够的宇宙物理科学知识的人 听见轮回学说 就会不信 就会视之为迷信 如今 我视据亦潜力 亦说明轮回 比如说 今有人所饲养之 亦猫狗病死 他将其尸埋于树根下泥土 猫狗尸体腐化 被细菌吃光 其剩余的体内各种矿物质元素 什么铁 什么钾 钙 等等 都回归泥土 而被草木吸收 于是 就成为草木的一部分 草木及其花果 又被动物吃下 元素又成为动物生命的一部分 这道理就是物质的循环 再简单不过了 李根远说 我同意这一点 但是 这跟佛教讲的轮回 仍不相同 徐云说 明白了物质 在宇宙中循环的道理 我们才可以进一步谈轮回 我刚才讲的是地球上的物质循环 从宇宙的生灭循环来讲 宇宙中各星云系统爆炸成细微气体之后 已经毁灭 但是其爆炸之光与能及气体 渐渐又旋转汇聚成型 再成新的星云系统 每一系统内都有一万星球 照照太阳 生灵各异 既是华言经内讲的 如阴陀罗网世界 亦如静灯 重重发光 佛佛无尽 无尽法界 闲守品云 时差陈述如来 华言经云 华藏世界所有尘 一一尘中 见法界 又说 譬如地珠之网 总之 三千大千世界 无穷无尽 都是在不断生灭循环之中 李根源说 这与轮回因果 又有何关系呢 虚云说 因果律 就是宇宙循环的法则 凡事 必有其前因 时有金之果 必先有生灭之因 而形成后果 星云系统爆炸式因 转位为光 为能 是果 循环不已 息息相成 再成 新星云系统 就是因果律的循环 凡事生灵 都有智慧实力 其色身 物化之后 实力仍存 既是俗人 所讲的灵魂 若他修持行善 心定神安 自然知道 趋吉避凶 一心持念弥陀 就知道 往生 极乐世界 若人做善 必有佛菩萨 来接引他 相反 若人一生 多作恶行邪 心性 乖利 不良 良知 以闭塞 智慧 尽失 他的实力 灵魂 亦迷失 又不知 持念佛号 他自然 就会 堕落 在 迷惘 昏蒙之中 随他自己的贪心 淫欲 等等 而附着于触道 世事 也不得超脱 生生受苦 至于 其人生平的恶孽 所为 也必然 需要 一一偿还 这 原是宇宙中的法则 凡事 都有去 必有来 往复不绝 就好比 打回力球一样 用多大力量 投出去 还会 以多大力量 反弹回来 因果循环 已轮回 也是如此 李根源 听罢 毛骨悚然 全身冷汗 同时 也感动一极 诚恳地说 虚老 弟子听你老人家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弟子 只因流学西洋 只学了些皮毛科学 实未知 宇宙深理 故此 妄自毁佛 如今 听了教导 开示 弟子 完全明白过来了 请虚老 让弟子 归一座前 学习 佛法吧 李根源 立即就跪下来 顶礼虚云 那几个副官卫兵 也慌得 跟着跪下了 虚云 微笑道 大帅请起 大帅既已悔悟 发心信佛 足见大帅 仍是善根深厚 悟性非凡 但是 归一之事 仍许请大帅 多多领悟佛理 心生确信 坚固不移 然后 再说吧 李根源 盲说 虚老 请勿再称弟子 为大帅 纵然虚老 今日不肯 收我为弟子 我也已经 司书大师了 今后 但请直呼 见名 根源吧 又说 若蒙虚老 不弃 便请今晚 再次接受 弟子 供养晚斋 请虚老 万物推辞 并请再多 讲些佛经 与宇宙真理 以起弟子 茅塞 虚云本是首武的 怎会吃晚餐 可是转念一想 为了要度化 这位军阀 挽救佛教寺院 与出家人 也就不亦 太过拘之小节了 于是说 即使李先生不弃 虚云 恭敬 不如从命 李根源 打喜过望 吩咐左右 速被封斋 又邀了军部 主要将官来作陪 大家同听虚云 讲宇宙本体真相 与佛理 晚宴后 各将官告辞走后 李根源 又下令长竹 并逐夜谈 向虚云讨教佛理 从因果分明 说到夜网交织 夜过因缘 世界相续 众生相续 等等佛教基本原理 谈到佛教中的深奥真理 虚云深入浅出 李根源 佩服的五体投地 两人直谈到午夜 越谈越投机 李根源叹息道 今日若不得虚老如此 尊尊教诲 我实不知佛理佛法 如此广大深奥 我如今完全信服了 我已一心要皈依佛法 但是 我以往已经杀僧悔死不少 罪业深重 如智奈何 虚云温暗地说 沙僧悔死 乃是当今 一时只风起浪潮所致 并非先生 一人之过 之过而能改 善莫大言 先生今后 去恶从善 将来极力护法 则功德莫大矣 李根源问 不知弟子 能将功赎罪否 虚云说 往昔阿育王 沙僧悔寺 大悔佛教 后来 翻然悔悟 改为 大红佛教 建设佛寺 佛塔 遍及全印度于缅甸 他尽力行善 倡导信奉佛教 成为一大护法 功德无量 千古传颂 今者 先生已无名 而杀僧悔死 且性所悔未多 先生若发心 将来尽心 将来尽心护法 助善 怎么不能赎罪呢 李根源 感动的 涕泪横流 又再跪下说 大师 弟子悔悟了 今后 必将痛改前非 以余生之力 护持佛法 教化众生 去恶行善 第二天早晨 李根源 亲自护送 徐云大师反思 祝圣寺 数百僧人 见徐云 去见李大帅 一夜未归 都料想 徐云 必是遭到 李根源杀害 全寺 人心惶惶 正在惊慌 戒臣 与圣空 劝慰无效 个人都打算逃命去了 忽然 见沙迷来报 虚老回来了 后面 还有官兵护送呢 众僧慌忙出来 只见 身穿将官戎装的 李根源 亲自牵马 马背上 坐着七十二岁的 虚云老和尚 缓缓地 走向山门 后面 还有几十名人强马壮的 卫兵护送 此时 金色的阳光 普照山巒 草木都被照耀得 变成黄金的颜色 满山金光 灿烂 庄严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